嗨大家好,我是雅芸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二月喜歡用的小物 那這個月我比較偏向的是保養方面的 但是也有一些彩妝 那我就先從彩妝開始 假如大家有follow我的Facebook的話 粉絲專頁,大家其實會知道 我前陣子買了這一組 它是我在西門成品116買的 那它當時的組合就是比較便宜 我就想說,因為其實我需要的是這一罐 毛孔隱形露 但是因為我就覺得說 它剛好多了一個遮瑕棒的組合 我覺得可以試試看沒關係 它其實主要是 擦在鼻子這一邊 還有T字,還有臉頰這一塊 就是毛孔可以遮蓋毛孔 毛孔比較粗大的人也可以使用 下巴這邊其實也可以擦 因為有些人就是 比如說這邊長一些粉刺啊 其實可以擦 那其實就是這樣子打開來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它就是有一個瓶蓋 把它擠出來之後 它其實 它的顏色是 它沒有選顏色的 但是它的顏色就是有一點灰灰 有點灰健康色的 但是很奇妙的是 你把它擦開來之後呢 它其實就不是這個顏色了 它就是推開來是 就隱形了你知道嗎 它有點,一開始我還以為想說 欸奇怪這個顏色也太深了吧 但是它其實不會 你看它擦起來就是 直接就透明化的這樣 然後接下來要說的是這個 它其實它給我的 那個組合裡面的這個 它其實是 呃,就是什麼這樣 縮小瓶的 它原本的瓶子 應該是會更大一點的 這有點算是 適用的那種感覺 那它 它大型的包裝 跟小型的包裝是長一樣 打開來之後呢 它其實裡面是有 你看它其實有一點點 但是 打開來之後你會發現它裡面 就是有一層是 呃 就是深色的 那深色的裡面其實是 才是它原本的遮瑕膏 就是 它裡面的那個深色的 其實還是它原本的遮瑕膏 那你想說外面的透明的是什麼呢 外面的透明呢 它其實是滋潤膏 有點像是 護唇膏的一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眼周圍啊 應該要用比較 濕潤一點的 比較軟質地的 比如說是 乳霜的 像這種就是 它擦起來其實是 膏狀的 我擦給大家看一下 它擦起來其實是這樣子 有點膏狀的感覺 就是它其實是 非常非常滋潤的 那 其實我們眼周圍 其實是需要比較 滋潤一點的遮瑕 會比較好 好,那接下來我要介紹的呢 是 呃,化妝水 因為現在在換季啊 其實我突然就覺得說 我好像不需要 那麼那麼保濕的 呃,化妝水 那我最近發現了一款 我這個月非常 非常非常愛用的一款 就是它是 Bobbi Brown的 呃,它應該是 它就是保濕化妝水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 像薰衣草 所以我就叫它 薰衣草化妝水 但是有些人會覺得說 啊,水妝的是不是 比較清爽一點 但是我覺得這瓶很厲害的是 它是清爽 歸清爽沒有錯 但它也有 非常保濕的功效 因為有些化妝水 我會覺得它不夠保濕 所以我會 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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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然後再塗在臉上 會覺得說 喔,這樣才塗不夠 但是這一款就是 用量其實一點點 你看我一個月只用量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我覺得 喔,我是早晚擦喔 我是早晚都擦 所以它這樣用量其實算很省了 就是我用一點點就可以擦很多地方 就是可以一點點就可以擦滿全臉 所以我覺得這罐是又省 然後又保濕 就算是清爽 那擦完化妝水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比如說 保濕的乳霜 保濕乳液 或者是 嗯,美白精華之類的 但是我最近有一個 非常非常我愛的新歡 它徹底的顛覆我對 就是 慕斯 嗯, it's not mousse 就是 像Cream 可是有點像Lotion 它有點像乳液 但是有點像霜 它就是這一款 FAB的 Ultra Repair Cream 它其實 它的英文是這樣寫 Repair Cream 它長這樣子 非常的可愛 我很喜歡它的包裝 非常 感覺很自然的一種包裝 我不知道 我很喜歡它的包裝 它的全名叫做FAB 超驚人修護全的mousse 它 它一開始我聽到覺得說 欸,mousse 所以它是很像泡泡嗎 還是什麼 但是它英文上面寫Cream 我又覺得很奇怪 欸,到底是什麼 那它眨開來 其實我 我跟你講我真的超愛這款 而且 重點是很厲害的是 它擦一點點 就可以擦全臉 我跟你講我最喜歡這種 又省 經濟實惠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但它其實是固體狀 它並不會溜下來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 你看其實我 我這樣其實算已經擦太多了 你知道嗎 它一點點就可以擦很多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這樣 直接這樣擦在臉上 它這個其實是擦臉 擦身體都可以 就是 它上面是這樣寫 但是我覺得這擦臉就好了 不要那麼奢侈 大家 乳液可以 身體可以擦別的乳液 你知道嗎 這擦臉就好了 你就給它這樣推 我跟你講這款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超級霹靂無敵的 它果然叫全能修護霜 因為我其實我本身 我的膚質是 我會擦很多東西 我是 我是要先擦 呃 滲透乳 再擦化妝水 再擦 乳液 再擦精華 然後再擦眼霜 什麼的 我會擦很多很多東西 我發現我單擦它 就等於擦了我全部的 化妝的那個SOP 我覺得它實在是太厲害了 我真的是 你看我現在擦完 它其實瞬間就吸收了 它也不黏 980而已 對 這平台就把 我跟你講 經濟 我跟你講我SELINA推薦的 經濟又實惠 它真的是可以擦很久很久 我已經用了一個月 才用前面這樣一點點 重點是我媽還跟我一起偷用 你知道嗎 還有這一罐 克萊斯的精華油 但它是擦身體的 我不能拿來擦臉 各位 它是擦身體的 因為其實我個人就是很喜歡 因為像我工作 我是模特兒嘛 那我工作就是要常穿很多高溫鞋 或是要穿一些很緊繃的衣服 我可能要站一整天 那我的全身肌肉就會變得很緊繃很緊繃 那回到家呢 我就是洗完熱水澡之後呢 我必須擦乳液 那擦我乳液的時候 我不只是擦乳液喔 擦乳液是保濕沒有錯 我就會用這一瓶精華油來按摩我的身體 我跟你講大家常常喜歡上SPA 常常喜歡上一些比如說什麼油壓止唇 我跟你講大概在家就可以自己做 那其實我唯一不喜歡它的一點就是 它很麻煩的是 它是像這樣 它的開口就是一個大洞 就是它沒有按的 它也沒有什麼比如說滴一滴的那一種 所以你在倒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這是我唯一不喜歡它的一點 但是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所以就是 好吧 你們會輕人的包容它囉 它適用於任何膚質 就是比如說大家是乾性肌膚 有性肌膚 中性肌膚 比如說過敏的膚質 都可以使用 所以我覺得這罐也真的非常好 就是大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推薦給大家 非常好用 對 那假如你們喜歡我的頻道呢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下面也有我臉書的粉絲連結 還有Instagram的連結 那記得你們也要去追蹤我 然後按我的讚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呀 下方還有我的臉絲 臉絲 好癢